這個題目裡面我們要把他敘述一下 我要找平底四邊形的第四個點點 一般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如果平底四邊形的順序 因為它有四個點點啦 如果它順序給你abc做的話 它有順序 它的解值有一個 可是如果像我們可以反映上這個題目 它給你三個點點 2-7-30-43 總共有三個 可是你們要告訴你這個順序是怎麼繞的 沒有 那就會有三個答案 然後我們先找出其中的這種 要告訴各位說為什麼要有三個答案 那如果我把三個點畫出來 因為三個點可以進來一個散導器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在作標上面畫了 因為三個點的話其實 順時鐘、力時鐘、繞的話都沒有問題 好 我們就假設說它是形成這樣一個散導器 那我要作免方便極限做這樣的話 接下來我們如果用這個邊跟這個邊 來展開一些這個平四邊形的話 我就可以從這邊找一條水平線 跟下面這個底呢平線 然後從這個地方找一條水平線 然後跟平線跟這條平線 然後交到一個點 請問你這是不是一個平底四邊線 對吧 編長一樣 兩個都互相平線 那接下來我是不是要找平底四邊線的一個性質 我們剛剛講過一個性質 兩個要對角線的焦點是怎樣 是不是終點 這兩個對角線的終點 跟這兩個對角線的終點 跟這條對角線的終點 是不是同一個 那剛剛我們講的重點做法是把 X座標相當要除以幾 2 那這個也是X座標相當要除以幾 除以2 那既然通常要除以2 我可不可以不要除以2 可以大家都不要除 所以 這兩個點的X座標相加 會等於這兩個點的X座標相加 形狀一下喔 注意聽 這是2 這是多少 -3 兩個加起來多少 -1 -1 那這個是多少 -4 -4 -4加多少等於-1 -3 -3 所以這個座標3 好 請你告訴我我畫的座標多少 是不是 -4 -3 -4 -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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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如果的順序 這個點假設它叫做A點 這個點假設它叫做B點 這個點假設它叫做B點 這個點假設是 假設它叫做C點 那這個點叫做什麼點 -4 -4 註點寫到上面來 所以我的順序就是A B C珠 對吧 我的順序應該是這個樣子 可是這三個邊 這三個頂點 首先有三個頂 它並沒有告訴我我的順序是A C珠 如果是A B C珠 那答案是不是第四個點 是不是只有一個 可是如果沒有順序的話 我剛是用這兩個邊來畫平 這邊點 那我可不可以用這兩個邊來畫 可以 如果用這兩個邊來畫的話 那平 這邊點應該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這時候也要再找第三 第四個點 一樣 坐標三加 2加上負四 負二 負三加多少負二 1 我來坐標 3加負7 負四 0加多少負四 負四 所以這個點我可以把它叫做另外一個C 所以這個時候C呢 平 這邊變成A B 珠 C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了 所以如果題目有給你順序的話 那就只有一個答案 如果沒有順序的話呢 就要這樣子畫 畫出來的話幾個 三個 那第三個在哪裡 剛剛這一個一組對不對 兩個 所以剩下這一個一組 就要畫下來在這裡 第四個點在這裡 好 第四個點怎麼算 告訴我答案 S 坐標多少 負七 負九 負九 因為負三負四加了負七 所以二加負九等負七 三加零等於三 所以負七加多少 沒三 四加十負十 他有沒有告訴你順序的 練習力有沒有順序 看一下 有沒有順序 不是練習的 老師的黑板上講的是練習 那個講解你力體有沒有順序 有 所以幾個答案 一個 這樣這樣就意思嗎 那這個地方老師講 對 那個力體你自己算上看 好 謝謝